青山之间秀美田园 传统村落内竟藏着一片文物圣地 文之雅 耕独传家 文脉工序 武之圣 罗伯一侠 威风凛凛 在乡野间肆意挥好泼墨 在祠堂前 雄师分同起舞 一文一无 艺术氛围弥漫在乡野 书画师物陪伴着当地人的一生 那么今天第一站就走入明乐镇 探访当地村落里的文化传承 走进明乐镇的罗村 就被这边的田园风光深深地吸引了 大家往这边看 这是一棵荔枝树 它是罗村荔枝的千树之父 更是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名牧 还是当之无愧的岭南荔枝王 这棵荔枝王可是有着千年风韵 不如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村落 岭南文化名村罗村 映入眼帘的是这房前屋后的一棵棵荔枝树 罗村有近三千棵荔枝树 每年夏天都能让这里的村民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不过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荔枝树 除了当地人喜爱吃荔枝以外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我和明乐镇政府负责古村落保护的杨启军 相约荔枝树下 聊聊这荔枝树和村子里的故事 杨哥 我看到你们这个村子好多荔枝树啊 房前屋后都有 我们这边种荔枝树的话 谐音就是荔枝 荔枝等于荔枝 对 然后家长希望我们小孩从小就立志成才 种立志树的话是我们罗村的一个传统 现在从罗村走出去的海内外的教授 一共有十三位 罗村是岭南的望族民村 村民以臣信居多 陈氏家族历代都有文人默克诞生 早年间村内就出了四名进士 十二名举人 到了近现代 这里更是涌现出了众多科学家 教育家 文化学者 被誉为教授村 如今 荔枝树下的大红榜 张贴着本年度考取当地重点学校的学生名单 和奖金数额 这些就要归功于当地人文教化的兴盛了 同时也于当地勤更苦读的精神 荔枝文化的传承是分不开的 在罗村漫步 古建筑的壁画上就可见一斑 今天您看 上面有一幅老的壁画 它有一个小孩 拿着两只鹅 在跟那个先生干嘛呢 他在跟先生换先生的书法 那么小就知道这件事了 他们从小就比较仰慕文化人 我们这个古池塘呢 就是用清朝的书画来作为它的壁画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他们尊重文化人 来我们的家风家训代代相传 雕梁画栋 当地人将家族传统更度文化 通过一幅幅画作巧思 延伸至方寸之间 经历百年长盛不衰 罗村有着属于它的生存之道 这里是无锡国庄的旧址 它是由无锡搬过来这边的 由上海九中大学的创始人唐文字所创办 这以前是个学校 一个学堂 对 无锡国庄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 是当时1938年的时候 抗贵战争就搬到我们楼村来了 无锡国庄在抗贵战争时期 也教我们这边村民去读书认字 也是由于无锡国庄的到来 给我们这边进行了文化的普及 那边还有家训 罗村人不灭的新灯 文化是我们的一个文脉 就一直传承下来 成了我们的一个新灯 几千年来 耕读教育是读书人的生活方式 逐渐演变为一种教育理念 这种价值追求 深深融入了当地人的血脉之中 激励着一代的子孙 勤耕苦读 漫步在乡野间 小径上 明乐镇可处处都萦绕着 别具一格的乡村风情 走在附近的万平村 我发现家家户户的迎联 可都大有不同 也很有讲究 这边好像一路走过来 挨家挨户都有这样的迎联 我们这边的迎联 是根据当时要办的一些事情 不同比如说结婚 乔迁 增学 都会重新写 那这个肯定就是乔迁 粮食入宅 万代兴嘛 当地的迎联 不仅仅是表现出信念的希望 更是诉说着迎联主人 对于生活的追求 以及人生理想 除此之外 当地的家风家训 也通过迎联 世代相传 今天你看这一家的话又不一样了 中后传家就诗书记事长 这个内容的话 该不会是这家有小孩读书吧 诗书这一块的话 就代表了我们这一家的里面 有小孩正在读书 就作为了他们家的一个 家训的一个传承 万卷诗书 刊仲欲 亦怀仁义足生经 讲忠义 忠孝 顿本堂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堂后 忠厚传家则为本 仁义家世信当先 你看我们这一家的话 它就是以我们的家训为主的 仁义 诚信 忠厚传家这一块 千年文章书卷里 百花消息春风中 横批书香门第 这一家的主缘的家训 就是以读书为主 它就把我们整个家风的传承 一直传下去 家风家训通过迎联来呈现 这是文化根脉的延续 是这里的人们对生活方式 和更读传家理念的巧妙者四 而且杨哥还告诉我 这里的迎联都是出自本村人之手 这也是一辈辈罗村人 对文化的一种传承手段呢 这写的是哪一派书法呀 我还记得 是您教的吗 我们念的时候 他看到喜欢了 他也在学习 这属于言传身教了 平常是我们有空的时候 就常在这念念字 做一下那个雕刻 你这小院子还真是挺好看的 在这儿就是哪怕你不会写书法 都想来写几笔了 这个里面全部都是五座 热爱书法的徐柯 寄情于山水的同时 还会将书法记忆 运用在废旧的缸和罐子上 继续在村落里闲逛 这里不仅有着浓厚的艺术氛围 我还发现了一个现代化的 国际艺术交流展馆 咱们这个小镇 还有一个青年艺术馆呢 我们这个青年艺术馆 以青年书法家为主的一个艺术馆 你看这是我们梁小军 是我们明乐镇明乐村的人 现在就任的是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这些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书法家的一些作品 都放在这里作为一个展览了 别看我们这个是村子里面的一个艺术馆 但是我们这个这个馆的话 有全国各地的这个名家来我们这里办展 其中在六月份的时候 就有浙江西湖号卫的老师 来我们这里办了一次展 还有那么远的朋友到这儿来办展 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荔枝丰收的节日 村落里的艺术展馆 吸引了很多书法家艺术家 来到这里进行交流创作 村子里的另一个展馆内 传来了刻木头的声响 正是因为当地有着浓厚的书法艺术底蕴 他从小就深受感染熏陶 如今传统之美以心思智 他把书法结合进现代刻子的艺术形式中 让书法之美在另一方载体上得以延续伸展 全新的创作方式伸手年轻人的喜爱 这样的文化氛围 让明乐镇培养出了众多文化人艺术家 也吸引着更多的游客来参观体验 文化根植于乡村 田园生活对艺术更是一种别样的滋养 远离喧嚣 在宁静的空间里 田野间到田旁 体悟深厚的人文历史 和耕读传家圆月流长的文化传承 艺术的创新深入其中 同时更加包容 来到了艺术小镇真是不一样 传统的和现代的结合在一起 而且融合得特别好 对 我们说耕读传家 张世嘉训当中就说 传家两字曰耕与毒 兴家两字曰简与情 那其实耕读传家 是古人的一种智慧 就是我们说 他给我们的人生规划了 一个下线和一个上线 一个健康的社会 应该是既有登天梯 又有保险绳 就很多当时古代的家族 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足够的出类拔萃 你考中了科举 走出了仕途 这是一种 如果说我有更好的志向 我希望兼济天下 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 你可以回到乡间 用这几亩薄田来养活自己 教授我们族中的 或者邻里的孩子 做一个我们说 就是类似于当时的那种启蒙教育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家风 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 更是一种处世的人生智慧 所以在里面 也衍生出了很多 沿学游 旅行项目 在中国大地上很多 比如说安徽的西地 洪春 对 比如说江浙地区的一些古镇 像周庄 同里 南巡 都有类似的 它都有这种耕独传家的这个传统 客观来讲是农耕文明时代 达到一个顶分的 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空间 广大的青少年到了这些地方来 第一呢 它可以欣赏美丽的天野风光 这些风光你去看 所有这些古村古镇 都满足我们讲的 看了一件山 忘了一件水 记得起乡筹的这样一个文化空间 第二呢 这些地方呢 比较好地保持了农耕文明的这个传统 包括一些养蚕啊 耕作呀 还有一些读书的一些场景都有 那么第三呢 这些地方呢 慢慢变成一个开放的空间 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首先要去创造性传承 创新性发展的 那么广大的青少年到了这地方来 可以看到我们祖先走过的路 无论我们将来走多远 总不能忘记过去 不能转回头看看时 灯都灭了 是 我们希望我们身后的灯一直亮着 送到我们更远的远方去 很多专业学艺术的 比如说就是学书法 或者就是学绘画的 它就深入地扎根到了这些村子里面 待个挺长时间 原本大家想是艺术赋能乡村 结果待了很长时间发现 是乡村赋能了艺术 给了他们创造 它像是双向奔赴 对 书生义气的言学 家国天下的旅行 你是由从小的时候 通过读书思考 然后胸中最有秋刻的时候 当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你才能够不仅仅看的是风景 还能够想到过去 现在和未来 入通于它流淌的河流 入通于它流淌的河流